无论你是准商学院学生或资深主管,这本都是MBA模式不可或缺的参考指南。 MBA是种培养通才的学位,换言之,其设计宗旨,就是要奠定学生在商业各关键面向的通盘基础。 MBA设计之广,也反映在这本书上。 本书从全球重要商学院的MBA课程中,挑选出最实用的25种管理。 行销、决策、创业、财务等模式和工具,搭配实战指引。 让你随时针对企业问题找到新的解决方案。 这本书由Julian Berkinshire、Ken Mark著写,由薛指引翻译,由真文化出版。 而我会用语音的方式为大家呈现这本书。 在开始之前欢迎订阅我,让我继续为你分享更多好书。 让我们现在开始吧。 第一节讲的是管理。 管理是一门借助众人之力完成工作的艺术,并包含了如何动员一系列资源来达成期望目标。 本章节精选了数种重要模式和观点,希望能帮助读者提升管理效能。 身为管理者,有哪些关键任务? 首先,要能针对人力与资金的配置做出有效决策。 帮助决策的分析工具多不胜数。 举凡决策术极尽限制分析等,但本章会侧重于行为面的探讨。 大多数的决策都不如预期中理性。 决策的认知偏误一节,探讨人们为何长安下错误百出的判断。 而身为有效管理者,又该如何克服这些偏误,做出较佳决策。 接下来一节则讨论谈判技巧,尤其针对谈判协议最佳替代方案BATNA列出几种与他人谈判的决策策略。 其次,有效管理一大重点在于引发动机,让他人愿意接下任务并有效执行。 这并不容易,毕竟工作动机因人而异,也许这招可套用在某人身上,却不见得他人也适用。 为此,特观一节探讨情绪智力,以厘清要如何理解他人,产生同理心。 最后,管理也涉及促进变革。 大型组织内部,免不了有重重标准工作流程,让员工得以安然依循。 因此,事务潮既定方向发展,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事。 然而,一旦焦点转移到其他方向,管理上就棘手多了著名的科特八大步骤变革管理模式,及探讨如何迎击这类艰难挑战。 我们往往将管理及领导视为两回事,管理指甲他人之手完成工作,领导则是发挥社会影响力的过程。 两者相辅相成,凡是主管缺一不可,但要当一位有效领导者之所以困难,追根究底,问题出在他人怎么看你。 要做一位成功的领导者,除要清楚掌握下面的人,也要认清自己。 诚如上述,这有部分牵涉到情绪智力,也涉及如何获得他人的回馈。 因此,这张最后要介绍的模式及360度评鉴,有越来越多领导者借此工具,认清自身优缺点。 从有组织以来,变革管理就不断面临挑战。 直到后来,研究者开始厘清各层面的组织行为,发现一旦员工对变革不买单,即可能抵抗到底,才逐渐演变出现代变革管理观点。 比方来说,在1940年代,麻省理工学院学者库尔特·雷温·克特·路因指出,推动重大变革前,让员工跳脱原有世界观是十分重要的。 战后,系统化变革管理途径渐渐问世,麦肯阳公司,波士顿顾问集团等顾问公司尤为领头羊。 1980-1990年代间,有不少人试图把这套流程形式化、系统化。 哈佛教授科特·张·科特的八步骤模式,或许最为人知。 其他还有詹森·CLS·詹森的四方变革模式。 罗沙·贝斯·坎特·罗沙·贝斯·坎特·罗沙·贝斯·马斯·坎特的变革之轮等,变革管理难就难在,看似简单。 然而,惯性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众人总是会对任何动摇组织现状的计划心生疑虑, 负责制定组织策略的主管看待危奇及机会的眼光,通常比较低阶者透彻得多。 因此推动变革时,对于变革为何有其必要,得耗费极大心力来沟通。 因此,科特八步骤模式重点在于人,旨在让员工接受变革计划。 进而在工作模式及态度上,做出必要变革。 科特模式一共有八步骤,按以下顺序实行。 第一,创造急迫感。 第二,建立强大联盟。 第三,创造变革愿景。 第四,沟通愿景。 第五,排除阻碍。 第六,创造进程战果。 第七,持续变革。 第八,将变革融入企业文化。 科特针对模式各步骤如何执行,均逐一详述。 可显见的是,大多情况下,除了要是情况而定,领导者也要根据大家的反应,灵机应变,调整变革计划。 下面简要介绍各步骤如何采行。 首先要说服组织员工,眼前有问题或机会急需面对。 举例来说,2012年任诺基亚执行长的埃洛普,未创造变革的急迫感。 声称诺亚犹如这火的钻油井,正身处于生死关头。 必须做好准备,大刀阔斧改变商业模式。 而要创造急迫感,就要开启与员工对话。 如实说明市场上面临的状况。 一般而言,第一线面对顾客的员工,由于天天都能直接获得市场回馈。 因此会是你的最佳战友。 一旦变革需求的话题传开,急迫感就会逐渐升温,变得势在必行。 身为领导者的你,扛下重大变革的责任,但单打独斗是不够的。 得让组织内部观达意见领袖并肩作战才行。 有效的意见领袖,便不于组织上下,倒不必特别顾虑传统上的公司阶层。 这些人必须致力于变革,有明显作为。 还要能在其所属部门鼓吹变革,人们对于未来会如何,通常意见纷纭。 身为领导者,必须制定明确的愿景。 清楚阐述,好让大家明白该愿景对自己有何意义,比如有何切身利益,如何贡献一己之力。 你不必孤军奋战,让关键员工涉入此阶段,能提高他们对变革的使命感。 对于成败有更多的利害关系,方能加快日后执行的脚步,在大型组织中,要把讯息传递给每一个人,是相当困难的。 毕竟在你作为领导者跟前线人员之间,往往隔了诸多层级,有效的领导者得投入许多时间演说, 透过多重媒介对大家宣扬,并善用直接部署来散播讯息。 即便愿景已明确表达、沟通,也不见得人人都能进入状况。 总有人抵抗或是面临结构上的阻碍,所以你必须积极主动,排除阻碍,授权有利人员来执行愿景。 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因此通常在三个月内,就要尽早提出有形证据,说明计划已步入正轨。 当然了,这往往免不了要玩点把戏,毕竟一般来说,进城战果早在变革计划实施前就持续累积了。 不过,激励士气的中心价值是不变的。 科特主张,许多变革专案之所以失败收场,就在于过早宣布胜利。 进城战果固然重要,仍旧必须再接再厉,免得组织一松懈,又回到旧有的工作模式。 最后,任何一项变革要持之以恒,就得变成一种例行公式。 也就是说,要把变革嵌入企业文化,不断宣扬变革过程,成功因素。 也要表彰变革联盟的关键初始成员,而在雇佣,训练新进员工时,也要融入变革的理想与价值。 变革管理重点在于人,旨在让人的行为方式产生相对小的转变。 因此科特主张,身为一位领导者,应在情绪上与员工交流,必须让他们看见变革, 如指出以解决问题的显著案例并感受变革,如让他们产生某种情绪反应, 而引致行为动机,如此一来,有助于强化理想行为。 第二节讲的是决策上的认知偏误。 根据严格来说不算理性的资讯,加以解读,采取行动,即为一种认知偏误。 比方说,你雇佣某个求职者,可能只因是同校出身。 认知偏误还有很多种,结果有好有坏,因此了解其如何运作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认知偏误的研究历史悠久,不过提到此一领域的研究。 一般公认是心理学家阿摩斯·特洪斯基·Amos Tversky·戴尼尔·康纳曼·Daniel Kahneman。 1960年代,他们执行若干研究,试图探讨人为何经常做出错误决策。 在该年代,人们多半相信理性选择理论,以及人会依据可的证据,做出符合逻辑与理性的推论。 然而,特天斯基和康纳曼得出的结论却非如此。 例如,面临可能丧失1000英镑的情况下,人就会变得极度厌恶风险。 反之,碰到可能赢得同额度的金钱时,则会变得甘冒风险。 此外,他们也提出不少其他洞见,进而针对决策发展出一套崭新观点。 人不像电脑会用演算法,而是用杰斯法,及经验法则,虽易于推断事情,也容易导致系统化错误。 康纳曼及特洪斯基的实验,也激发一连串全面性的研究,从心理学跨界到其他学科,诸如医学、政治学等。 直到近期,经济学也纳入了他们的观点,催生出行为经济学,也让康纳曼于2002年获颁诺贝尔经济学奖。 认知偏误盖指一种人类心智运作方式,可能导致知觉扭曲,判断失误或解读不合逻辑。 认知偏误各形各色都有,有些会影响决策。 举例来说,团体显然倾向于默认共识,团体迷思,或莫能在整的数据中厘清真相,代表性。 有些则影响个人判断,如根据相关事物来推测可能性,假相关,他人也可能影响我们的记忆运作方式。 比方说,让过去的态度变得跟现在相仿,一致性偏误,也有一些偏误会影响个人动机。 像是对正面自我形象的渴望,自我中心偏误。 职场上要运用认知偏误,主要方法即留意气存在,然后采取步骤,以防伤害性的副作用产生。 比方来说,想象你正在开商务会议,被问到你将如何裁决某个新品上市的提案。 由于认知偏误可能存在,不妨试问自己几个问题,提案人员是否可能被偏误蒙蔽。 例如,他们在评估潜在市场规模时,是否有确认偏误,或是试图利用设定好的问题框架,操控团体决策呢? 会议中是否有高品质的讨论,每个人是否都有机会发表几件,相关资讯是否均已纳入讨论,少数人的声音是否被埋没了呢? 根据这项分析,你有责任破解悄悄渗透进来的偏误。 举例来说,如认为某人选择性发表数据,不妨请一位独立专家另提一套数据。 若觉得会议太早达成共识,便可邀请某人来提出反论。 身为会议主持人,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其实就是要意识到这类潜在偏误,并运用自身经验来避免严重错误发生。 组织运作在其他方面,也是用同样逻辑,讨论部署绩效,或与潜在顾客说话时,都必须实施提防有认知偏误掺和在内,也要慎防其轮为成功的绊脚石。 认知偏误不可胜数,无所不在,需要多年的经验才能驾轻就熟的克服。 丹尼尔康纳曼提出,主持会议有个特定诀窍,在进行困难决策之前,要求每一个与会人士把看法写在一张纸上, 然后,轮到他们发言时,就把写在纸上的东西念出来。 如此一来,可避免人们的意见被先发言者动摇,过度分析事情,可能导致你滥用对认知偏误的知识。 在许多商务情境中,决策速度十分重要,因此,上述所有技巧固然有帮助,却也可能大幅拖延时间。 所以,一如以往,窍门在于取得平衡,在悉心分析思考,直觉判断之间,拿捏得恰到好处。 另一重大陷阱则是,意识到他人的认知偏误,总是比意识到自己的来得容易许多。 因此,绝不要误以为自己不受偏误所害。 不妨找他人来引导你,挑战你的思考,告诉你是否也落入了上述人一陷阱。 第三节,讲的是情绪智力。 情绪智力是管理自身及他人情绪的能力。 有助于对各种情绪加以分辨,适当于以归类。 进而有助于引导自身思考及行为,提升个人效能。 情绪智力的观念存在达数十年之久, 源起于1930年代爱德华桑黛克·Edward Thorndick的研究。 他提出社会智力的概念,意识与他人相处的能力。 1970年代,教育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指出, 智力有多重形式,也促使非学院训练的智力重要性受到正视。 直到1985年,研究者佩恩·Wayne Payne在博士论文首度使用情绪智力此一术语。 自此,有三种情绪智力途径问世。 彼得·萨洛威·Peter Salvi及约翰·梅尔·John Mayer的能力模式, 注重于个人处理情绪资讯及以游走社会环境的能力。 皮特·瑞兹·KV·Patriot's的特质模式, 侧重个人自我感知的属性, 视情绪智力为一套人性特质。 第三种,也是最受欢迎的途径。 由丹尼尔·高曼·Daniel Goldman所提出, 结合了能力与特质,将前二种途径兼容并序。 人类智力种类繁多,有些人数学好, 有人擅长文字,也有人具音乐天赋, 或手眼协调家。 情绪智力也属一种智力,虽难以衡量, 职场上却格外紧要。 对组织领导者来说,尤其如此。 一般认为,要成为一位优异领导者, 其一特质就是要善于察觉他人感受, 并据此调整互动的讯息及方式。 身为优秀领导者, 还要能清楚意识到自身的优缺点。 这也是情绪智力的另一重要面向。 丹尼尔·高曼提出的情绪智力模式深受欢迎, 聚焦于五大要件。 第一,自觉,认清并了解个人心情。 情绪,趋力及自己对他人影响的能力。 第二,自律,控制侵扰性的冲动与心情, 延迟判断,三思而后行的能力。 第三,内在动机,超越金钱与地位, 源自内在理由的工作热情。 第四,同理心,了解他人情绪结构的能力。 第五,社交技能,管理关系,建立网络, 寻求共识,建立融洽关系的能力。 你可以用非正规或正规的方式运用情绪智力的观念。 非正规的方式是使用高慢的五大特质来检视你或他人应具备的理想属性。 你认为自己具备自觉吗?你是否深具同理心及社交技能? 透过这类简易分析,有助于洞悉哪些处事方式可有所改变, 或者哪些训练课程值得去上。 正规方式则是运用学者约翰·梅尔等人提出的正式诊断调查表。 他主张,谈到如何衡量情绪智力, 我深信能力测验是唯一适宜的方法。 有多种调查表可采行。 巴昂·Ravenborough按设计的情绪智能量表, 是一种自成测验。 可衡量觉察、抗压、问题解决、快乐等能力。 多因素情绪智力量表让受测者根据自身感知。 辨识,了解情绪的能力来执行任务。 情绪能力量表则根据同事的评分, 以一系列情绪相关能力为基准。 情绪智力本质上是极难衡量的。 我们无不希望自己情绪智力高, 却事与愿违。 所以,实误诀窍就是获得多重观点。 而要做到这点, 有时可透过磨名回馈, 或极有团体教练会谈, 让大家相互给予众肯回馈。 情绪智力这类观念的根本问题, 在于听来十分引人入胜, 以至于人人都想追求。 然而,要改变自己既有的工作方式, 与他人的互动关系, 得花上很长一段时间。 因此最大陷阱就是, 接受完评估, 了解自己情绪智力有多少后, 你就以为大功告成了。 事实上, 这不过是提起点, 让变革成真的兼具工程才正要开始。 但一般而言, 光靠自己是不够的, 还得有个热心助人的上司同事, 或个人教练才行。 另一陷阱则是滥用情绪智力来操纵他人。 比如说, 因为你清楚知道自身风格如何影响他人, 而企图又使他人去做一件违背本意的事, 善用技巧跟操纵他人之间只有一线之隔。 切记别越线了。 第四节讲的是谈判技巧, Bedna全称为谈判协议最佳替代方案。 每当和另一方谈判, 免不了有破裂的可能。 届时只能退而求其次, 采取某种替代行动方案。 而此替代行动方案, 即所谓谈判协议最佳替代方案, 清楚知道你的替代方案是什么? 另一方的谈判协议最佳替代方案又是什么? 对有效谈判, 自有文明以来, 人们就开始谈判了。 历年来众多的学术研究, 都极力探究促成商场谈判成功的因素有哪些? 谈判协议最佳替代方案此一术语, 是由研究者罗杰, 费雪,Roger Fisher与威廉尤瑞,William Ury, 于1981年合著的哈佛这样交谈判力, 增强优势, 谈出利多人和的好结果一书所创, 了解自谈判时让步立场的概念, 过去虽然就有了, 但透过谈判协议最佳替代方案, 可注演于几项关键谈判要素, 经证明效果由加, 如今已成为广泛使用的词了。 要有效谈判, 就得厘清你的谈判协议最佳替代方案是什么? 这会是你的退路选项, 万一谈判破裂, 未能与另一方达成共识, 便可踩此行动方案。 有时, 谈判协议最佳替代方案呼之欲出, 然而, 有时不见得唾手可得。 举例来说, 你开发了一项新的消费品, 但跟某大型连锁超市迟迟谈不妥合理价格, 你的最佳替代方案会是找较小型连锁超市或上网贩售, 还是钱粹放弃产品上市, 这里要考量的因素不胜枚举。 个人生育等无法量化的事物也包括其中, 根据废血及尤锐, 决定谈判协议最佳替代方案时, 可依照一套简单流程, 任何谈判皆适用。 第一步, 列出万一达不成共识时, 任何可能采取的行动。 第二步, 将较有希望的点子加以改良, 转变为可付诸实践的选项。 第三步, 选出目前看上去最佳的选项。 请注意, 谈判协议最佳替代方案并不等同于谈判者的底线。 为了避免达成的共识过于委屈求全, 谈判者心里通常都有个底线。 底线虽指最后一道防线, 却也有把自己推向特定行动方案的风险。 相较之下, 若采谈判协议最佳替代方案的观念, 你就不必执着特定谈判目标, 而可聚焦在如何集邮较多选项来达成理想目标。 如此一来, 除了有较多弹性之外, 创新空间也比预定底线来得多。 倘若你很清楚自己的谈判协议最佳替代方案是什么, 就能知道谈判中, 何时该寻求退路。 另外, 揣测另一方的谈判协议最佳替代方案也是同样重要。 比方说, 如果你在求职时试图跟雇主谈条件, 也知道其他入选者十分优秀。 那么雇主的谈判协议最佳替代方案其实很简单, 就是雇佣名单上的下一位即可。 然而, 困难之处在于, 你往往无从得知另一方的谈判协议最佳替代方案是什么。 再怎么说, 从对方的角度而言, 尽力隐瞒才能维系利益。 因此, 谈判协议最佳替代方案又衍生出一种相当实用的概念, 即谈判协议预估替代方案, 简称ITNA。 适用的情况是一方或双方的最佳替代方案尚未明朗时。 举例来说, 法庭上对质之际, 双方通常都相信自己会是赢家, 否则就不会出席了。 你的谈判协议最佳替代方案, 该不该透露给另一方知道。 要是够强大, 先揭露是有益的, 能迫使另一方去面对谈判的现实。 但若你的谈判协议最佳替代方案很薄弱, 一般来讲, 最好还是别揭露。 有时靠虚张声势, 说不定还能获知更好的结果。 透过谈判协议最佳替代方案来思考, 关键在于寡让自己被单一个行动方案绑住。 人在展开谈判时, 为巩固特定利益, 恐惧, 希望, 期望, 多半有预定立场, 如特定价格, 一旦如此, 谈判往往难逃破局, 双方皆输。 身为谈判者, 你所面临的挑战, 就是要再初步沟通过立场, 后, 突破表象, 探索并揭开这些立场背后的利益有哪些。 因此, 双方都需要一定的创意与坦诚相待, 才能拓击谈判空间。 从谈判动态的角度来思考, 试着去揣测另一方的谈判协议最佳替代方案, 固然很有帮助, 但若连自己的谈判协议最佳替代方案都不知道, 那就落入最大陷阱了。 举例来说, 在公司情境中, 难免常面临来自同事的内部压力。 他们希望你达成某种协议, 但这可能意味你得接受不利的条件。 事先明确阐述你的谈判协议最佳替代方案是什么, 并与同事沟通, 将可避免落入尴尬立场。 另一类似的陷阱是, 你过度自信, 自以为己掌握另一方的谈判协议最佳替代方案。 例如, 有员工来找你, 要求加薪, 说是被竞争对手的公司录取了。 你可否确定他真打算接受那份工作? 显而易见的是, 你可透过直觉来察觉他的偏好, 再决定如何谈判。 但若告诉自己他并非真想辞职, 那就要冒着跟他讨价还价, 失去一位好员工的风险了。 第五节讲的是360度评鉴。 360度回馈是一套管理工具, 让员工有机会获得多重来源的回馈, 又称为360度平和。 由于回馈来源无所不在部署, 同侪、 上司、 顾客等, 因而命名为360度回馈。 自有文明以来, 即不同来源回馈来评估绩效的观点便存在了。 譬如公元300年, 中国政治魏巢, 当时就采取了宫廷平等制度来评估朝臣绩效。 更近期来说, 二次大战时, 德国军队透过多来源回馈, 让士兵交由同侪, 上司、部署来评估, 提出洞察及建议, 以期提升绩效。 1950年代, 行为理论学家特别聚焦于员工动机及工作丰富化, 希望让工作本身变得较具吸引力。 当今所知的360度评鉴, 就是在此情境下创造出来的。 一般公认, 360度评鉴是组织心理学家克拉克·威尔逊·克拉克·威尔逊与世界银行合作时所创。 该工具原型为管理食物调查, 克拉克在美国康乃迪克克州桥港大学授课时, 即采取此工具。 1973年, 杜邦公司首度采用克拉克管理食物调查, 接着陶氏化学及必能保等也纷纷仿效。 直到1990年代, 360度回馈已十分普遍, 市面上的调查工具更是不下数十种。 人力资源顾问也逐渐运用这种观念, 因而更加普及了。 传统一年一度的评鉴系统下, 员工每年都要接受一次直属上司的评和, 然而, 假使这位上司对其工作内容不甚了解, 或者缺乏情绪智力, 这样的评和往往是在浪费时间罢了。 对于这种敷衍了事, 充满偏误的评和, 360度回馈又称多评量者回馈, 或多来源回馈, 犹如一剂解药。 360度回馈所根据的观点, 来自员工的直接工作圈, 一般而言, 员工除了从部署、 同侪、 上司获得直接回馈之外, 还包括自我评鉴。 某些案例来说, 还包括外部来源的回馈, 像是顾客、 供应商等攸关的利害关系人, 个人可及有360度回馈, 了解他人对于自己作为员工。 同事或幕僚之效率的看法, 典型要件有自我评鉴, 由你来评估自身成就及优缺点。 这套流程当中, 上级评鉴属较传统的环节, 只教由上司判定你在过去一年左右达成目标的表现。 部署评鉴是360度回馈流程的关键, 让为你效力的人来评估你管理上的表现, 比方说, 对他们是否能清楚沟通, 充分授权, 又提供了多少指导。 最后则是同侪评鉴, 又称为内部顾客, 有助于厘清自己在企业内部是否善于与人合作。 举例来说, 对于他人的请求是否热心回应, 对于非直接负责的专案是否乐意伸出援手, 执行360度回馈工具的流程包含下述步骤。 首先征求回馈的关键人士, 上级、 部署、 同侪, 均为授评者所认识, 将调查表寄给所有关键人士, 同时表明其提供的数据将匿名处理。 一般而言, 调查表除了一连串封闭式问题, 例如此人团队沟通效能如何, 之外, 也包括一些开放式问题, 比如请说明为何给此评分, 将调查表结果炒击起来, 为授评者整理成一份报告, 列书平均评分及匿名书面回答, 将结果提供授评者, 让教练与之讨论。 教练必须专精于解读这类调查表, 能针对较弱的方面提供补强的建议。 当今大型企业, 多半都会采取类似360度评件系统的做法, 由于办理期间固定如一年一度, 能追踪一个人的技能及管理能力是否有所长进, 被视为极佳的发展工具。 不过, 备受争论的议题在于, 360度评件是否只该用在个人发展, 或者也因纳维决定薪资及升迁的参考依据, 其提供的资讯固然重要, 但若用来决定薪资及升迁与否, 则可能衍生风险。 有人会借此系统玩把戏, 譬如要求员工提高评分, 当然, 这招不见得管用, 但无论评测结果如何, 多多少少都几十针。 这也是为什么大多人都主张, 360度评件主要应作为发展工具。 一级, 纯粹用来帮助人们提高工作效能, 以提供回馈而言, 相较于传统由上而下的途径, 360度回馈确实是较佳办法, 不过执行上仍得步步为营。 唐使你的企业是初次施行, 应请人力资源顾问公司设计出一套妥当的执行方法, 征求部署和同侪回馈时, 尤其要谨慎小心, 确保一切匿名进行。 数据也要以有意义的方式来汇整。 身为管理者, 首次接受360度回馈时, 也许会大为震惊, 毕竟部署给的评分多半会显示, 你的管理能力并不若你预期的好。 假使你因此来偿猎物行动, 试图揪出是谁给了低分, 那就弄巧成拙了。 这不仅违反规则, 也会让信任毁于一旦。 其次容易犯的大错, 则是认为这些结果错得离谱, 而选择忽略。 透过结果, 可以得知员工对你的看法。 即便你不认同他们的观点, 他们的看法都是事实, 终究会显暗影响到你们之间的互动, 不是更好, 就是更糟。 所以, 既然接受了360度回馈, 就要认真看待, 从同事或教练寻求建议, 调整工作方式, 以期下回评分能有所提升。 第一章讲管理完结, 期待下一节, 我会讲行销。 行销这门领域存在上百年了, 许多旱旗观点都经得起时代考验, 其中之一, 就是所谓的行销四批, 界定了发展行销策略时, 应考虑的关键要素, 包括产品, 通路, 价格, 促销。 难以则是产品生命周期跟如此概念, 每种产品都会历经上市, 成长, 成熟, 原因的雕期, 极有了解生命周期, 能帮助你在竞争市场上, 为产品定位, 定价时做出更好的决策, 订阅我, 我们下一张见。